好的 欢迎回到第三轮第二节双方的一个中间战 这一轮他们选择由哪里捆去挑战TOKIDO 就光看这个角色的话我觉得Akira 小明这个角色打路克 这种短手的角色路克打起来很欢啊 可以掌握各种主导权逼着你过来打我 那反正在我的任职当中是这样 但他们的职业哥是有自己的考量的 而且他们的任职一定是高于我的 那他们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方法 准备了一手奇招让这个拿里捆去打东大 但我觉得东大他又是一个很全面的选手 很多时候你准备了一些什么怪路数 对他是没有用的 上一次拿里捆已经是挑战了一位很强的选手 应该是Higuchi对吧 在他的进攻当中几乎全都防住了 不对 今天拿里捆这边带了VS2加VT2 有说法 他要玩些花的东西 那也就是说今天可以看到很多拿里捆一些骚操作 前提是他要能打穿TOKEDO的防守 一旦打穿的话后手的连段会非常的有意思 比起VT的话花样会多很多 好了那回到今天对局了 上来TOKEDO这边血量还差不多 力挥上面没有吃太大的亏 但我没说很快就开始吃亏了 这边还是要发波慢慢靠过去 靠不到 接下来中角命中VT开 开始了 这次版本更新之后的一个VT2带入通天打是很容易的 有很多搬运的机会 这个版面取消这个我觉得有点不赚 有点不赚 他不如在版面多取消几次打进攻的 那现在东大这边反手把VT开 先打一波 EX波再一个取消这边过去 没有摸到甲 啊 这边是做了一个防御性的延迟拆头 东大也没按 有点怕对手生龙 所以这一下是把对手往外投出去了 这投出去也不算亏吧 至少是投到了对吧 那现在这个血量怎么办 东大这边手上还有个CA 这要怎么打 中拳 下中了不中 两边就互相踢了 东大这边这个血量领先 这边 中拳确认7c上去 死了吗 EX 哎呀没死 哦呦 他就选择奥山龙 赢得非常的朴实雾滑 阳光的一只 金光一闪 游戏结束 虽然两个人打到最后的一个血量上面差不多 但局面上面其实还是靠在东大这边的 这没办法 小明这个角色就是这个特性 他打人就靠那一波 那一波打出去以后呢 把对手打死就算了 打不死的话 立回的时候就很吃紧 EX 摸大脚 这一下烂兵走出出来 有点威力王的 哎 这个掉脸有点威力王的味道 啊 威力王乘二 先是一个头 中角 卡一下针 哎 直接抢中拳 然后tcvt开 这波可以做一个搬运连 感受一下啊 从一个墙角一套可以搬运到另外一个墙角 这一套我们在之前更新他视频的时候就看过啊 我知道好像是打一个搏敌对吧 从一个版面打到另外一个版面 这还是蛮狠的这一套 最强搬运连 来 那现在tokedo这里反手开出VT 哇 最后一个能量交来摸角 那现在东达这边站上了资源的高地 手上资源全满 一发阳光CA来 这边取消一下VT打不死 鲁克的一个VT不能取消CA 这算是唯一的短板 要是人取消太强了 哇 这边EX 上岸不够 最后一下 什么一个投射 怎么来打 双方都是一下 过去蹲住忍住 寻找东达出手的机会 这边一脚没中 轻脚轻脚 下中脚轻脚 跌 哇 那打中一个手招 东达这一脚中脚空了 哎呀 忍不住要摸这一下 但他也没别的很好的招 跳肯定是不合适的 对吧 这里上来中拳摸到一下 打康来 一波送进墙角 上来有一个投射 没有中 东达反手一个下中脚 单发确认出门 在雪亮的话差不多 东达资源有领先 东达这边比较喜欢 把这个资源留给一个CA来打 给对手的震慑力跟他 当我没说 我在放屁 对不起 这个臭到大家了 蛮臭的 作为解说的话 现在两篇都有VT了 其实都很想开 这个点上谁先开就有优势了 优导我没说 太阳光了这个人 这个生龙凹掉了这一波 然后再取下一个VT 雪亮有优势了 然后那局面有点堪忧 东达这个人过于全面 怎么这么说 这一下三弯下 靠完东达直接选择抢招 就不畏惧神龙了 这里EX的轴机靠过去以后 取消想搞点事情 没有用啊这些 就资源消耗量太大了 那你后手打伤害就没有资源了 他很多时候这个资源都用来接近了 用来给自己创造进攻机会 那这个打过去就消耗真的大了 半管V槽 三分之一管V槽加一格能量 换一次打头则 其实那个距离下 打头则都算不到的 那个距离的话头是投不到的 对于东达来说有很多安定处理你这一波打头则的方式 就没有很好的智慧 现在就到第二局 其实整体的局面上来看 拿里昆这边资源一直非常的吃紧 他很多时候必须要依资源去打一个进攻 那东达这边不需要 对吧 我可以慢慢的攒下我的资源 然后平时的时候就给你打一些力会消耗 就对于拿里昆来说怎么看都会有点亏 我这一波要打过来捅穿你 那没有问题 捅不穿就很麻烦 上来吃到一个中角 拿里昆突然不动 耐心的等待下一发中角能够给到对手碎康的机会 但我觉得这个中角有一个很亏的地方 就是你即便给到对手碎康了 你又能干嘛 你就最多把对手往板边踢一点 你不能连断 你不能给伤害 这个东西是真的一个比较大的短板 选择一个VR再丢进去 一定要直接开干 不要VT了 直接来一波关厕所 能不能关得住 中角给到碎康 前压过去 下动权对空EX再接近 这个接近也得耗资源 真的好亏啊我觉得 现在更亏的是反过来被东大压一波起身 而且晕点很高很难打 这个点上面 东大这边不断的过来摸你几下 走了 然后前前过来再试图偷一下 卡住你的晕点 对吧 在你以为他要放你走的时候 实际上没有 这边空中的一个EX波 预判了东大的一个对空 这一波骗到有点好 但是 现在最后能够依靠的就这个VT了 但手上没有能量的话 没有办法强行的接近 接近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哇 没了东大这边看起来是个失误啊 什么重拳打了一个手招 但实际上我刚发现他的血量 根本挨不住一个CA的魔血 这一波的话 哪里昆应声倒地 整体的局面上面耗不过 没办法 中拳命中 选择一个头则 过去还想再搞一下 四拳打中一个手招 这边已经交V闪了 节节败退 基本上已经很难看到一些胜利的曙光了 这里重拳给到没有确认 烂命总机瞎戳 哎呀 应该是 这一波形态会有点爆炸 然后直接凹出了生龙 资源全部耗完 太缺资源了 真的难 那现在那里昆怎么办 黄了半天 重疗没有踢重 踢重的话就开VT了 开VT的话 一旦命中 他也没有那个能量 有能量才连得上 我知道 很难 终于有了一发资源 有可能要直接硬靠 硬靠开VT 这边选择压 然后VT取消 中拳打到连招失误了 可恶啊 中拳打到康的时候 他多确认了一会儿 也就那么0.1秒的时间 你多犹豫了一下 那个重拳就连不上了 你要眼睛盯得很紧的 这一下中拳打到康 第一时间重拳就要按下去 然后你就可以连了 连的话压一个墙角 还有一丝胜利的机会 但实际上我觉得已经不大了 对不对 所以就看起来有一些特别的战术 提前为东大做了准备 但是角色上的劣势 是没有办法战胜东大的 你打东大你想要赢他 首先你的角色要比他的这个强势 我觉得至少这个队局到没老板上 可能都会好一点 他没有这么做 他选择的是 去哪里捆 哪里捆 好惨啊 有点炮灰的感觉 打不过 这是纯粹的实力上的打不过 你会发现他打得很仓促 他在板中的时候用资源用得很频繁 然后到了临门一角的时候 就是因为差这点资源 他没有办法去给伤害 很痛苦 这也是角色的一个限制 没办法 那中间战呢 就到这边了 接下来就是双方的一个大将战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